口腔保健对一般人来说 已经是一项很不容易做好的卫生工作了 而对于特殊需求者而言 更是一大难题 他们平常刷牙就比一般人还要困难 要看牙医更需要特殊专业的诊疗过程 牙医全国会这次举办 特殊需求者口腔保健绘化比赛当中 就可以看到这些障碍者 他们的努力和毅力 口腔保健对一般人而言 已经是一项不容易做好的卫生工作 而对于特殊需求者而言 更是一大难题 身心障碍的孩子 他大部分他没有办法完全靠自己 把刷牙这件事情做好 所以也需要我们大人 在他刷完牙之后 我们再来给他做一个加强 而且看牙科医师 是需要有特别的爱心的医生 所以有时候他们孩子看到 那个牙医师戴白手套就开始害怕起来了 所以我们也常常听到 那个身心障碍的妈妈去 带孩子去看牙医 遇到很多的挫折 有些牙医他可能没耐性 对 然后或者是说就是 没办法接受去看 身心障碍的孩子的牙齿 特殊需求者说的 在平常刷牙比一般人就来的困难 要看牙医更是需要 特殊专业的诊疗过程 他们一开始必须要做减敏感的按摩 他不是说一开始就可以刷 所以做一些脸部的这些减敏感按摩 然后必须要把嘴巴撑开 然后才有办法去把它刷进去 不是说像我们正常的人说 我这可以直接刷进去这样 所以这个都需要经过特殊训练的技巧 那其实我们的特殊特造委员 就是在做这一方面的训练 有关于全国的这些机构里面的造福员 教保员我们来训练他 去照顾这个院生 推广这些的口香卫生 这样至少来讲 让他们有比较好的牙齿 至少吃东西会比较健康 因为事实上他们本来就医就非常困难 他们不像一般人说可以合作去直接看牙 但是必须也是一样 要有些要做消息镇定麻醉的 才有办法去做处理 所以如果能够预防他 让他牙齿比较坏的话 我想未来他就医上会比较轻松一点 而且也比较健康 雅医师公会全国会 监视举办的特殊需求者 口腔保健绘画比赛中 可以看到这些身心障碍者 他们的努力和毅力 也希望可以透过绘画比赛和展览 唤起一般大众对口腔保健的重视 介络会换室士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